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社会中就突然冒出了一批批追求刺激的人,他们去到各种常人看似无法到达的地方,在那里进行着这样那样的极限运动,有的人成功了得到万千掌声,然而有不少人因为盲目跟随,命丧黄泉,今天小编就深入带大家了解了解极限运动那些事。 在我们的印象中,挡鞦签是非常安全的一项娱乐项目,但有些人偏偏不走寻常路,愣是玩出了新高度。 不知前几年在网上疯传的世界最大鞦签的特技视频大家都有没有看过,反正在几年前是火得一塌糊涂。 视频中几名专业登山者把绳子一端拴在拱门顶部附近,一端绑住身体从拱门顶端跳下,随绳子摇摆。 因此,不少喜爱极限运动的人争相跟风,模仿起了视频里的人。 来自美国的一个小伙子,就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位来自犹他州的22岁男子看到这个视频后不禁心仰难耐, 于是他去到了摩阿布市附近知名的景点,克罗纳拱门处对视频内容进行模仿, 但不幸的是这位小伙子错误地估算了拱门到地面所需绳子的长度,导致绳子过长。 所以当他从科罗纳拱门顶端纵身跳下,准备荡秋千时直接砸向了地面,最终不致身亡。 而在极限运动的圈子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简直是数不胜数, 但依然还有很多人挤破了头的争相效仿。 值吗?反正我觉得不值。 毕竟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可贵了。 小伙伴们,你们说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到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